即使227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,但是肖战仍然处在风口浪尖之上,看了最近针对肖战的一些恶品,我真的是明白了一句俗语叫做强调众人推,最近网友们又疯狂地讨论起肖战的设计作品,肖战为自己的单曲设计了一个封面,但是却被部分网友说成抄袭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有部分微博网友还指出,肖战的这个设计图其实是抄袭某款沐浴录的包装图,但是在没有证据之前, 因为肖战作为炙手可热的小鲜肉,他肯定会谨言慎行,而且肖战出新单曲的时候,正处在他最艰难的时刻,他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挽回风平,而不是还去动抄袭的歪念头,我个人觉得这不过是部分网友,针对肖战的一种手段罢了,毕竟抢导众人推,现在肖战的黑粉可不少,要是什么罪名都往肖战一个人身上了,也确实说不过去,马薇薇是变手出身,他也曾经上过多档综艺节目,比如奇葩说, 正是通过奇葩说这档节目,网友直渐了解到一个观点心理,想法大胆的女变手,而且马薇薇辩论时,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针见血,毫不留情,直接戳到对方的痛处,比如在马薇薇张反肖战的视频中,我们就可以看出马薇薇作为一个变手的风范,马薇薇在采访视频中,直接问问肖战一句话,你觉得自己假吗? 很多明星也许早就忘了自己真实的样子吧,有一些明星真的完美到不真实,微博上有一部分上,初中的男生不喜欢TFBOYS,他们在微博里面也会表达出他们比较偏气的观点,但是仔细想想,这些初中男生发表的观点也不无道理,而究其原因,主要是这些初中男生们,觉得TFBOYS完美到根本不真实, 因为同样是青春期,每个人都会叛逆,为什么TFBOYS就可以没有叛逆的一面,还被包装的如此完美的邻家男孩,很乖巧的样子呢? 曾经有一场TED演讲,一位演说家就分析了,中国娱乐圈和外国娱乐圈的不同,中国娱乐圈是极力地给明星塑造完美的人设,而外国娱乐圈却允许明星有不好的那一面,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娱乐圈给人一种金花水月的感觉,比如我们是熟知的外国歌手Bili, 作为一位歌手,她的音乐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,但是她也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小毛病,比如她不喜欢面对记者的采访,在采访中她经常会翻白眼瞪记者,但是这反而让人觉得Bili很真实,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生,她应该有着她叛逆那一面,但是在反观一下TFBOYS组合的易阳千玺等人,易阳千玺从十二三岁开始出道,她根本不在大众面前表现过她叛逆的那一面,这让人觉得她更加不真实, 因为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,你不可能乖巧道,反人类发育的规律吧,谁不是青春期不矮的,公司给小鲜肉包装成,自小暖心不叛逆的形象,小鲜肉也应该牺牲了很多吧,当马薇薇问了肖战那句话之后,肖战的回答真的很精彩,她的回答是,自己私底下跟朋友的相处模式不能搬到荧幕面前, 因为是会让人觉得不专业,而不是真实,肖战还说,在镜头面前,就是一种营业了,肖战还做了一个比较幽默的假设,她说如果为了追求真实,还不如干脆上一档综艺节目,然后在自己的四周,全部装上摄像头好了,作为艺人明星也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, 但是在面对镜头时,自己就是处在营业的状态了,要拿出自己专业的一面,而不是真实的一面,从肖战的回答中,也就可以解释,她为什么在微博里对朋友发表那样的评论了,因为她觉得在跟朋友私底下相处的模式,和在荧幕前相处的模式,应该是不一样的,之前肖战在微博中,发表了一些对朋友的评论,因为当时也正处在,227事件发生后不久,所以肖战的很多黑粉,就要把这件事情给翻了出来, 说肖战言喻不简点,但是我想说的是,每一个艺人明星都只是普通人,他们在镜头前面会表现出他们比较专业的一面,但是他们在私底下,也应该是像正常人一样,和朋友有小打小闹,其实换个角度想,肖战之所以敢这么评论这个朋友,说明他们在私底下的关系还很不错,如果这位女生都不介意,作为路人的我们也应该懂得包容。